大家好 我是建國國中的教練 教吳敏航 在建國大概第五年 有壓力是一定有 因為就是在地的這些鄉親們 家長們都是蠻支持排球這項運動 在國中這個階段 很多都是還是以基本基礎的動作 因為其實國小到國中銜接上來 他的基本動作也不是說完全就很紮實 因為身體素質方面都還不夠 所以在國中這一塊 就是還是以基本動作 該有的東西還是要確實去做 可能在接發球 防守的判斷 也因為個子不夠高 所以籃防部分的話沒有辦法做到很確實 可能會在發球吧 跟接發球部分再去加強 雖然已經拼到三冠了 但是我覺得其實重點都放在聯賽 壓力真的非常大 因為目前雖然我們得到這樣的成績了 但是以現在的狀況也沒有說保證問贏的 對 所以我們還是一步一步的去 向聯賽去拚這樣子 首先我要感謝的就是雲林縣政府 對 他在大力的推動排球這一塊區域 各種方面的補助 再來就是要感謝朝天宮同志會 長期以來對建國國中的支援 讓小朋友每次出去比賽都無後不需 有 因為去年就是還有學姐頂競 但是今年就是變成我們是學姐了 所以就是也是會有一定的壓力在 球場上就是去教學妹他們不會的地方 然後就是把我所去培訓學校的東西 都帶回來給他們 抗壓性變好就是比較不會缺場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平常練習 教練要求的 然後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 希望可以在今年拿下一個最佳的足球 然後也可以帶領大家一起拿一個聯賽冠軍 冠軍是每個教練都是想去拚的 那我們盡全力把最好的成績留在建國 不要留下遺憾這樣子 建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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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國